科目 中文 年級 小五下 題目 詞語 著色詞 量詞3 沙灘露營3 咦 陳龍馬又來了一個短訊 他說有些不明白 究竟有些什麼不明白呀 既然是不同時間 見到的景物 會有不同顏色 那我是不是可以胡亂寫呀 胡亂? 不如你給個例子我呀 我就用那一次沙灘露營的句子來做例子啦 我可以這樣寫 我看到一片紅紅的沙地 白白的天空中掛著一輪紅紅的明月 哈哈 果然是亂寫呀 不過這樣寫都很有科幻小說的味道呀 而且還很有創意咧 我在這一段旅用的色詞用得對不對呀 那你記不記得 你在這一段原本是想寫些什麼呀 這段是寫半夜起床 我在沙灘散步見到的景物 半夜的天空 怎會是白白的呀 我都講過是胡亂寫的啦 那為什麼明月又是紅紅的呢? 因為在報章上面講過紅月亮咯 什麼時候呀? 有一次月全食之後 報章就講過月亮是紅紅色的啦 不是紅紅色 是古銅色 不過也都俗稱為紅色 啊 原來是報章誤導了我呀 還有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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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呢 看見沙地是紅紅的呀 我想 既然明月是紅紅的 這樣 月光照在沙地上面 也都會把沙地照成紅紅的呀 對呀 你就是因為胡思亂想 才會寫了一些胡亂的描寫咯 為什麼你要講我胡思亂想咯? 你原本呢 就沒有看到紅紅的一輪明月 但是你就寫了報章上面呢 曾經講過那個月全食的紅紅月亮咯 就想像了這一晚 見到的月亮也是紅紅色 那這些還不是叫做胡思亂想? 是的 是的 還有呀 你見到的沙地呀 也是紅紅的呀 那這些不是叫做胡亂想咯? 你怎麼知道沒有紅色的沙地呀? 有 紅色的沙地 不過 不是你這一段描寫的那片沙地咯 為什麼不是呀? 你上次呢 不是說在沙地是金黃色的 現在天上面就沒有紅月亮 沙地又怎麼會突然之間變成了紅色呀? 明白啦 所以呢 我要再次提醒你呀 運用顏色詞來描寫的時候呢 就要認真觀察對象 然後 留意周圍環境會不會影響了描寫對象的顏色 知道啦 還有呀 你如果沒有看過的呢 就不要單憑想像來胡亂寫呀 除非你是在寫著科幻小說的咯 再見 練習 小朋友 你們試下答以下的問題呀 第一條 是報道誤道了一層龍馬說紅月亮嗎? 第二條 假如那晚真的出現了月全食 陳龍馬寫的這段 我看到一片紅紅的沙地 白白的天空中掛著一輪紅紅的明月 是不是胡亂寫呢? 好啦 小朋友 給點時間你們慢慢想下啦 好啦 等我給回參考答案給大家啦 第一條 可以說是的 為了讓讀者容易明白 為了讓讀者容易明白 日本報章會以俗稱來代替精確的科學說法 第二條 紅紅的月亮 可能出現 若有紅紅的月亮呢 在月光照射之下呢 沙地亦都可以是紅紅的 不過 天空就不會是白白的了 也許會是淺紅色 或者是灰灰紅紅的 在月亮的一張紅的月亮